EMS 于8月4日早上11点举行了线上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 边境仇恨升级 为2024年做好准备 德克萨斯州当局在边境部署铁丝网 并据称 命令当地工作人员将疲惫不堪 饥饿的寻求庇护者 推回河里的消息几乎没有在新闻中出现 那些寻求政治利益的人针对移民的仇恨言论和行动 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 涉及政治光谱的双方 但公认的残忍行为正变得越来越大胆 特别是在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地 社会学家 记者 纪录片导演奥尔蒂斯 目前正在德州美墨边境 他用第一手资料介绍边境的情况 他今夜目睹了大约30名移民和家庭 抵达德克萨斯州伊格尔帕斯 对他来说 边境地区已经成为高度军事化的地区 他认为德州当地政府正在给穿越边境的移民增加风险 移民中有许多孩子 孕妇和婴儿 都在炙热的天气里生活 阿尔蒂斯说 走私者告诉移民在白天过境 因为白天天气非常炎热 而且周围边境巡逻人员也非常少 美国移民委员会的代表 伯罗托谈到了一项挑战CBP One Turnback政策的新输送 他主要讨论了对CBP One的质疑 这是一款手机应用程式 全球庇护者可以通过CBP One安排移民局的面谈 伯罗托认为CBP One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应用程式 移民委员会正在就此起诉拜登政府 他们认为CBP One为寻求庇护的移民设置了技术障碍 并将寻求庇护者送回他们面临迫害的国家 从而违反了国际法 南方卫里沟会大学政治学教授齐尔森表示 我认为边境政治在美国历史上已经多次重演 德克萨斯州和全国范围内的共和党人拥有政治优势 因为简单的信息总是赢家 吉尔森说 民主党拥有更复杂的支持者联盟 其中一些人认识到 共和党指责民主党支持开放边界 这是民主党的政治杀手 哈利卫视记者陈阳 罗神据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